你看看我的南山亚瑟 多少钱我也不用讲 其实你现在收法所 我告诉你 南山亚瑟在我那一区 那个双年你有茶吗 这叫做布莱都翠 布莱都翠 在我那区里面 你有讲过 你有查那个 你说那是一个最大的房子 是不是 是 他查网路 他查网路可以找到我那个房子 然后他知道 那个差不多价钱多少 他知道 是两百块的几万万倍 万万万万万万不完的倍 我们现在征佛秘宴差不多一百万吧 征佛秘宴 对啊 我那时候九万块钱买的 现在已经超过一百万 征佛秘宴两百多万 你看我南山亚瑟占地多大 两颗大 是那一个布莱多翠尔最大的房子 想想看多少钱 我都捐出去了 胜过我一生的说法 胜过我这一生的说法 胜过我这一生的收入 将来起之以明 用之以明 将来也都会当弘法的 另外一个南山雷杖士 像彩虹山庄 是我买的地 建房子是我画的图 那建的是联士上司 联士上司去请工人来帮我们建 那个pay这个money也是我们pay的 整个彩虹雷杖士 这一块地一共有40aq 有40aq包括山上 40aq的土地 盖房子 盖这个房子 盖护膜宝殿 都是我们盖的 外面厕所 四个闭关小屋 都是我们盖 后来再增加这个双联境界 但是在以后再增加的 全部都是师母跟我 现在呢 所有的权力 跟那个名字 已经不是我们的 不是师母 也不是我 也不是师尊的建筑 没有 就是雷杖士 彩虹雷杖士 将来南山雅舍 也是南山雷杖士 还有监出来 当成博物馆的纪念 就是师尊师母 在那边住过的 那个很多的用品 在那边 就是等于是博物馆 一定监出来 因为 连一根针都脑走 起之于大家 也是还诸于大家 不争不减 就是这样 所以 是诸烦恼 而心肠清净 看起来 师尊很烦恼 师母也很病 有病的烦恼 但是 内心是清净 内心是 平安 清净 但是 幸福 还没有 在这里 我会想看 在这里 我还没有 在这里 感谢观看